来自外埔的威敬龙师武术战鼓团 与现代舞结合 以冲进的民俗技艺 为文化专车宣传记者会推唱 紧接着长官们搭上纸专车 要抢心介绍今年的路线主题 不同于访年文化局是以8亿为设计发想 与社区跟文化中心结合 推动有意思专车 这个几个社区的据点 包含刚刚演出的这些团队 都是希望能够让更扩充 我们的市民有更多的机会 来更深度的认识台中 从三月份起一直到十月份 每个周末都有发车 一共是有50个车次 8条有意思的艺文体验路线 包括有农艺 游艺 文艺 演艺 工艺 武艺跟手艺 而范围是涵盖整个台中市 大中社区欢迎你 来大中社区就是还工艺 可以自制个人风格的墓碑店 还可以到文创街区来漫游 我们这个是用回收木头做的DIY制品 那今年呢我们是做了雨雨雄掌的碑店 然后我们这边那边磨完木头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彩绘 演艺则是拜访了南管大师吴素霞的团队 在现场要来一趟音乐学习 并前往卷村文物馆跟吕家鼎华措 认识不同的历史文化 我们就是现场呢 我一样一样的介绍 然后我们示范演奏 示范之后呢 最后我们留个二十几分钟 让他们来体验 每条路线都有其特色 跟着专车板更能感受到台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费用是一人一百块 所以每一年都很抢手 今年的报名分成两梯次 16号到18号可以通过电话跟网络报名 再以电脑抽签决定 再过来就得等到7月 所以民众可得要把握机会抢名额 这转电话台中采访不到